2月6日 电影《长津湖之水门桥》总票房突破25亿 《水门桥》作为《长津湖》的续集 两部电影的主创人员和故事背景都是相同的 而易杨千玺在这两部作品中均出演五万里这一角色 在《长津湖》中 易杨千玺饰演的五万里从一开始的跟随父母打鱼的野孩子 到偷偷跟随哥哥五千里跑到集结地 最终如愿成为七连第677名战士 这使得他逐渐开始从不安逝世 无忧无虑转变为出入战场时的新奇 恐惧与迷茫 而到了《长津湖之水门桥》中 经过一次次战场上的洗礼 他从一开始什么也不懂的新兵 逐渐磨砺成为了一名坚毅勇敢的七连战士五万里 第一次听见信号弹的惊吓 第一次接到配枪的欣喜 第一次目睹战友牺牲的恐惧等等 誓言五万里的易杨千玺用11个眼神演绎了他的成长 而韩东均的专访中 他表示这是一部非常难得的作品 感觉自己像是重新上了一次大学一样 系上了一节政治课 又上了一节历史课和文化课 最后也期待电影取得好成绩